这两天 甘肃马区县的活处交易市场迎来了销售旺季 甘南牦牛作为青藏高原上的特有牛种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 早上八点多 马区县活处交易市场门口 已经排起了两公里多长的车队 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络绎不绝 我们从这儿收牛 然后发往青海 四川 林夏等级 我个人的交易量大概是400头到500头左右吧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部 境内有120多万头牦牛 近年来 当地把无序放牧 改为了摄寺 半摄寺相结合 现在 甘南州的多个牧区 都有了自己的牦牛杂交改良示范基地 放牧 圈养 捕寺 科学结合 今年在这个咱们之地 之中捕寺六千头左右 今年就两个州吃 暗三都五个月之中不死 暗三都五个月之中不死 小艺松区